為什麼耳機一邊是活動的 因為他要那個呀 他不只要監聽 耳機裡的音樂他還要聽外面的音樂啊 你以為DJ只要聽 耳機裡的吧他不用了 他也要聽實實的就是說外面跟裡面的要聽 因為他要聽外面一般DJ都是帶一邊的沒有人會兩邊帶著的 兩邊帶著的很少 一般都是帶一邊但是也有帶兩邊 要看你是怎麼去Q 也有兩邊一起帶的 他有個選擇爭議就是 監聽的部分你是選擇你的耳機輸出 監聽的比較多還是 還是主頻道的輸出比較多 你懂為什麼 如果你選擇主頻道跟監聽一起的話那可能 你聽到能聽到兩個鬼招 上來有點會玩 那你學兩隻Q 這人是個高手 雖然會玩還好 我們打不行 不是拉伸 哥怎麼可能拉伸 你拉伸哥就變得奇怪了 DJ他不是一個歌曲的類型 他是一個 職業的存活 你像你要是在家裡面有朋友來家裡玩 他們要聽歌 然後你放歌給他們聽你本身就是在做DJ的事情 DJ怎麼講 如果你本身有在做放音樂的這種 其實DJ就是歌曲播放員 然後具體你們說那種Squash的那種 戳疊的那種他那不一樣那種是黑帕的用數多一點 正常基本基礎的DJ都是混音 都是做混音操作 藍槍要來拿這個人頭 來回戳那個 那個只是加一點元素 來回戳那個 那個只是加一點音樂元素 基本上音樂會 你去音樂現場就很少有 包括你這樣工作的時候在駐場的DJ其實都不會去做這樣的操作 因為 聽歌的人很少會聽這種 聽起來會比較煩 很少會做刷水的操作 就是不變調的延長縮短 你BPM推往上推他是會變調的 一般加速小孩聲音會變減 我知道 他有一個 變速不變調的按鈕 你放心好了 你放心好了 開發這些 軟體跟硬體的人他不會不考慮到這個問題 這些設備他一般都是國外的公司 他們不會不考慮到這個問題 就是變速不變調 他有這麼一個按鈕 你只要把他按下去你隨便播他速度他那個 他那個Kick就是那個歌曲的音調他不會變 打疊也是需要 把歌曲選好 排歌其實比較重要 你 學DJ久了你就會發現排歌是最頭痛 而且你排完了到現場去放不一定完全放完 你還要準備一些鼓 就是你一個Safe打下來 其實很煩 為什麼你們說讓我打疊我都 一直不打不是我懶是因為排歌真的 是一個也不能說是很嚴肅的事但是 歌排得好不好 這觀眾聽了 我又不知道你們聽的那種類型的 有Tegnall有Trens 有Trap有 有House 有Bass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音樂 我哪知道你們聽的那種 我一般聽Tegnall比較多一點 有沒有聽過Tegnall的 這種音樂一般 這種風格的音樂一般在那種大城市的Club裡面會多一點 Club就是俱樂部 你也可以把他理解成一種酒吧 一種小型酒吧 或者 或者Live House 也可以把他理解成這樣子 基本上就北上廣會多一點 尤其是北京跟上海 這種風格的音樂會多一點 他跟聽眾的那個音樂的 當然我也不是說你聽其他風格的音樂就low 這只是說 這類風格的音樂 這只能說是小眾 W4倍主播對面算送死流賽算的 這肯定是送死流 W4倍 W4倍那個太那啥了 受眾很小 我聽個也是聽Tegnall比較堵 我感到心 我感到心 但其實我在上海我一般晚上都很少時間出去 如果我晚上有時間出去的話 去停一次這種現場也會挺爽 這種現場氛圍很好 好了 歡迎他 為什麼有東西啊 本來我們不想殺這個賽恩的 他太煩了 搞得我跟潘森回頭幹他了 我靠 搞得我跟潘森回頭幹他了 他不想殺這個賽恩的 有推薦的鼠標嗎 羅技也就挺好用的 我敢 903手大你就903 手小一點就 買那個 GPW就可以 就攔住了 居然沒打到 小劍 攔住掌殺 羅技鼠標還是比較不錯 就是有點貴 對學生來說是有點貴 博槽都超神奇 鍵盤呢 鍵盤這個就太主觀了 鼠標倒不整個主觀 鍵盤就是主觀 游戲設備這個東西 等工作之後你再弄好一點 如果你上學的時候 預算吃緊 搞個遊戲本 三四年對付對付還是夠的 購買太貴了 而且你 宿舍裡面配個台式 你也把我帶走 前陰 啊 小劍 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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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玩这个送死赛人把我养起来,等下怎么办 等下顶不住 我这台电脑带显示76.9,6.9的电脑还不错的 上学没敢把机械箭带一起 你自己有推荐,卧槽你们这预算这么高啊,一直要推荐的啊 不用推荐了,你可以自己多去看了,我个人认为这种数码类的东西 或者说你要用很久的东西你可以 你可以自己先去做功课 你可以自己先去做功课对吧 换一下 是有险你狗屁王太吵了 有条件让你爸妈给你点钱出去租房子 感觉自己住还是蛮爽 跟别人做容易的矛盾,如果你们本身能处得来就还好 当然也不是那么多家里人都那么有钱 有条件最好自己出去住 有一点自己的空间还是很好 有这种不被打耳的空间,其实不管学习还是生活会好 个人是这么重要 如果可以的话就自己住比较好 对,你可能住在宿舍里 娱乐时间跟休闲时间 每个宿舍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别人学习你玩游戏 打耳到别人也不好 有的时候你 你学习你的时候他玩游戏那也挺烦的 这杀人真支持我 被抢 被抢 有啥嗎? 你要是學習 這裡說的學習不只是說 光看書就完事,你可能 你在做其他的 閱讀的時候呀,或者說你看什麼東西對吧 有人打擾到你其實也沒辦法 看你自己吧,有些人他 他在這種狀態是不被人打擾的,他不要專注啦 但有的人就容易被打擾到 這東西還是得看個人 有些人他就不太容易被人打擾 哇,他也摧毀了哥們 好爽 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呵 閃一下,好爽 你室友那個聚音間,白天打遊戲他睡覺晚上我們睡覺他打遊戲 就是有點昼夜顛倒 挺多的 蠻多人這樣子 也不能說半夜打遊戲就 整個人 消極吧,也不能說白天就一定 最主要是每個人不同,這個可以接受,但是要是住在一起就很勞勞的 容易有矛盾 有矛盾就會吵架,甚至有些打架的都很多 好處就是便宜,石灰 基本上花不了什麼錢 住宿費 一學期就 小幾百了 小一兩千 一學年,這個輸出費不足 也是有好處 你敢勾我,我操 我先殺的角色 喜歡勾短城市 壞了 壞了 多了不會給舉報吧 炮主對不起我操 我在跟彈幕聊天,這把彈幕的問題 不該殺這麼多的,完了要給舉報了 但是沒辦法對面又攔我